好 我們說中美在軍事上 大家也要看說你的軍事實力怎麼樣 還有你的戰力怎麼樣 我們來看看說 中國大陸我們知道 每次看它的艦載機起降 都是零失誤 我們隨便先講幾個數字 比如說這一次共同是說 中國大陸艦載機 在西太平洋的活動當中 就是山東艦 單日起降大概是60架次 這個數字待會好好來說 因為非常的強 那之前我們也看到說 620架次在4月份的時候 那這個18天就620架次 而且是零失誤尾 但是美國的部分 我們來看看 真的有點窮 美國軍方說已經在 威廉斯堡巡獲了失蹤的 F-35B的隱形戰鬥機碎片 然後可以看到他們的發言人就說 飛行員在南卡羅來納州上空 彈跳逃生時 把戰機設定在自動駕駛 他可以用僵屍的狀態 飛行一段時間 那真的是太醜了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還要叫全民來找 這個F-35 南卡羅來納州的 這個共和黨議員 他就說 到底怎麼搞丟一架F-35的 還要大眾去找這個戰機 而且還要上交啊 其實這個飛機早上 經常讓他失蹤說 大家都很訝異 怎麼會失蹤 我也很訝異 為什麼一般來講 戰機 這個升空的時候 它不會一架 不是說跟民航機一樣 一架在那邊飛 它已經兩架 主機跟遼機 所以說一旦有一架 彈射的話 另外一架 他一定知道 它彈射的位置 在哪裡 失事在哪裡 就在我旁邊 而且可能 B站還會互相支援 或者是呼救 幹嘛 那怎麼另外一架飛機 好的飛機 他沒有看到它 飛機掉到什麼地方 因為它逆中啦 沒有啦 開玩笑 我原來以為不是逆中 可能搞不好被外星人接受了 那我後來去研究 我們現在就用科學的角度 來講這件事情 美國F-35 它美國建軍到現在為止 它這個F-35飛機 它是希望空軍也用 海軍也用 陸戰隊也用 以前我們知道 空軍用的是F-16 或者是F-15這種戰機 海軍用的是艦載機F-18 然後陸戰隊使用的就是 垂直起降 AV-8那種垂直起降 在這個直升機甲板上面 就可以垂直起降 但它現在美軍希望說 把這些飛機 整合成同一種飛機 就F-34 這樣的話 它以後來講的話 微續的話生產成本 就會比較便宜 才有A B C不同型號 A是空軍用的 B就是陸戰隊用的 C是海軍航母起降用的 但有些設計就不一樣 那當然會有一些就是說 可能適合你海軍用 不見得適合我空軍用 那現在來講的話 它還賣到外國去 它賣到外國去以後 它這種現在飛機戰機 它這個系統 飛行員在戰機上面 其實它操作是很複雜的 因為只有一個人 它只有光飛飛機 它已經忙不過來了 它上面那個儀表板 它要看飛機的姿態 失事 這個上升 下降 然後另外它還應付雷達 對不對 搜索敵人雷達什麼 其實它一個人應付不過來的 所以它必須要藉助雷達 藉助電腦 所以現在幾乎所有的戰機 不管是戰機 包括民航機 都是藉助雷達 藉助電腦來協助它操作控制 我們經常看到一些民航機 它失事 後來經過發現的原因是什麼 是有人誤觸 飛行員誤觸了其中一個開關 造成電腦跟人之間在那邊對抗 對 飛機要往上飛 它人要它下降 就在這種對抗狀況之下 飛機又容易失速 或者是高度不對 或姿態不對 然後傾斜角度不對 其實F-345也是這個樣子 剛好這時候發生什麼事 F-345它原來那一代的 自動降使電腦軟體叫做TR-2 那TR-2它現在要把它升級成TR-3 可是在升級的過程之中 他們發現說問題很大 還有很多地方必須要修改 所以在這個修改的過程之中 它可能在試飛 那這件事情是哪里知道的 是比利時 美國賣給比利時的飛機兩架 F-35 比利時說我不要 因為你給我的是TR-2 我要TR-3 可是美國說我TR-3還沒有研發成功 現在還有很多問題 所以現在還在改進 也因此美國的廠商 就是賠比利時一些這種違約的金額 那我要講的就是 我的猜測 這架F-35它是裝了新的電腦軟體 TR-3在那邊試飛 試飛的過程之中 可能發現問題故障 所以飛行員就跳傘出來了 跳傘出來以後 那因為它是自動駕駛的 所以這架飛機繼續在飛 就是我們講的殭屍狀態 它在繼續在飛 那飛到什麼地方去 因為飛行員已經跳傘了 另外那架阻撩機 可能就是為了救他自己的同僚 所以就沒有去看那架飛機 飛到什麼地方去 我覺得這是可能比較的一個 發生的一個狀況 當然這是我的個人的推測 是這樣比較合情合理 但將軍這個泱泱大國 出現這樣的事情 會不會覺得有一點點 爛產 爛產我們翻譯一下 就是丟臉 吊漆 吊漆 中文 可是就說你很奇怪 我們一般民航機 私事都可以找到 你怎麼意義要站一 而且用這麼丟臉的方式 公告周知 登廣告 說全民來搜尋 好像家裡面小狗走丟了一樣 用這種方式來全民協訊 我們這個好幾億的 這個飛機不見了 全民來搜索 那現在終於找到了 那另外再來看到 說到F-35 因為美國現在賣給很多國家 都是F-35 但是F-35怎麼打不夠四代機 這真的是也是很糗 竟然被四代機耍得團團轉 這次來看到 美國空軍參謀長布朗說 美軍在電戰領域 真的變得很脆弱 電戰這個領域 有一個最新的說法是 在去年5月有一架 蘇30SM 四代機 在波羅的海 攔截了一架 義大利的F-35A 結果北約的空中預警機 地面雷達 甚至被攔截的那架F-35 都沒有偵測到這一架 沒有逆中能力的 蘇30的F-35M靠近 然後還說速度消失 在這個F-35A的視線當中 義大利的飛行員坦承 真的好害怕 然後他們就說了 他做出一個挑釁行為 反覆消失在我的視線當中 還差點要撞上了 而F-35A的雷達 偵測系統當中 平平失靈 不得不重新開啟 這點我要特別說明 就是F-35其實他 美軍是為了逆中 而設計這種飛機 美軍的這個戰機設計理念 跟俄羅斯的軍機不一樣 美軍要求是逆中 就是他不管是B-1B 的這種轟炸機 或者是說他的B-2隱形轟炸機 你可能不相信他們速度都沒有 俄羅斯的飛機快 對 因為俄羅斯都是超儀素的 講究的是什麼 就是快 對不對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他講究是快 那美軍講究是逆中 B-1B他順著地形飛 他不快 所以說F-35其實飛的沒有 蘇凱30來的快 然後蘇凱30是什麼呢 就是共機繞臺的上面那幾架 那幾架就是蘇凱30 蘇凱30在中共有100多架 準備要淘汰了 那你想想看 一個準備要淘汰的飛機 可以吸引那種F-35這種飛機 因為他速度比較快 他可以到2馬赫 OK 然後這個F-35大概就 巡航速度 0.9 對 巡航速度只有0.9 還不到1馬赫 所以他速度比較快 其實俄羅斯的軍機 經常戲弄美國的飛機 你想要被他逮到 B-1B他也戲弄過 B-1B弄轟炸機 也被他的戰鬥機 因為你沒有我快嘛 你沒有我快 我就是比你快 就有點我們就像是那個什麼 就是這個貓在鬥老鼠一樣 可是 將軍 那我有一個問題 你就說那個美國的這個飛機 他們是逆中的 那他照理來講 蘇-30應該看不到啊 而且他不只被看到 還被耍得騰騰騰 這個我就要講到雷達 其實蘇F-35 我個人認為他的雷達系統 平常講絕對不會比這個 殲-35要好 因為他那時候雷達系統 還是二代的晶圓片 昆化加的這種產品 它的放大功率來講 沒那麼好 那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知道殲-35 它用的是彈化加第三代的晶圓片 它那個雷達反射波回來 放大的功率效果就比較好 另外就是F-35從設計到現在 我剛剛講了 因為它萬金油的飛機 就是所有機種都要使用 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說你要每一個雷達都偵測到 所有敵機狀況總是有 總是有意外發生的時候 而且現在空戰講究是速度 對於這麼快的飛機 你那個雷達掃瞄 你除非說隨時鎖定 不然的話你可能這一秒鐘它在這邊 下一秒鐘它就到另外一個地方 你又重新要去搜索 去追蹤才能夠找到它 所以F-35會不會是這個飛機 這個蘇-30飛行的速度太快 這個時刻雷達抓到它 下一個時刻再轉一圈回來之後 雷達再看到它的時候 它又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了 所以它就一下消失一下消失 這是可能的原因 但是也代表說F-35其實 其實在很多的這種電子偵測 性能方面來講的話 慢慢漏 美軍現在平常講 它不只光這個漏 等一下我們可能會討論到 諸姆特戰艦或幹嘛 它很多電戰的功能 都輸了 都可能在跟中國比起來 跟俄羅斯一定還是贏俄羅斯 但是跟中國來講 我們知道中國現在來講的話 它在科技啊 電子啊 通訊雷達這方面來講的話 有它的長處 對 所以這凸顯出怎麼樣呢 中國大陸它的戰機 已經比俄羅斯還要來得強了 結果呢 光這個四代機 就可以把你耍得團團轉了 所以F-35如果真的 遇到中國大陸的五代戰鬥機 比如說殲20啊 或者是呢 艦載機殲35啦 甚至是殲15T啦 這些東西 殲15B啦 這些相關的艦載機的話 那你可能也要好好的思考一下了 尤其說到中國大陸啊 其實呢 艦載機的起降也是非常的棒 像這一次 比如說這個山東艦啊 在西太平洋的演習當中 一天 起降就是說 被日本捕捉到60多架次 40多次呢 是艦載機 戰鬥機的部分 然後直升機大概是20架次 那跟 尼米茲號航母相比 它一天的極限是120架次 等於是它的一半 但是呢 山東艦是6萬噸 尼米茲是10萬噸 所以當然能夠 載的這些 艦載機也是不太一樣 那不管怎麼樣 中國大陸這個60次當中 也沒看到任何的失誤 這一次呢 4月份的時候 我們也發現了 像山東艦大概18天 出動了620架次 像它也領先 狼林艦之前出動了320架次的紀錄 意思就是 中國大陸的艦載機的起降 現在看起來 品質越來越好 這個我先講 這次艦載機 40架次 代表著 它因為接T15 它有12個掛點 我剛剛有講了 它的彈彈量是12噸 當然可能滑跳式起飛 它可能沒有辦法 加那麼多 但是你最起碼帶個8噸吧 我們假如以8噸來算的話 40架就48320噸的炸藥 對不對 那已經是非常厲害 那它 你不要 我反而比較在意 它這個直升機 對不對 直升機代表是什麼 它這個直升機 因為現在山東艦 還是華耀式起飛 它不能彈射那種螺旋槳的 空井500或空井600 它沒辦法用彈射 因為那個速度不夠 它飛不上去 它只能用直升機 那這代表什麼 這直升機代表的就是 預警機 就是我到上面 我直升機用 垂直起降的方式 到上空 我有雷達 可以 等於說有一個雷達就在天上 然後讓這60架 起飛的戰機 有它怎麼樣去搜索敵情 怎麼指引它攻擊降落 我覺得目的在這個地方 那滑跳式起飛的甲板 當然有它的這個 有它的缺點 但是它優點就是很單純 它就是很容易起飛降落 那電池彈射 電池彈射 電池彈射 不是電池彈射 它蒸氣彈射其實問題是 蒸氣彈射怕什麼 怕冬天 因為你水要燒開 你水蒸機要燒開 所以這些航空母艦到達北極地區 北冰洋地區來講的話 因為水燒開時間要比較久 而且就是電池彈射影響就比較大 那另外來講的話 它的攔阻 下降的攔阻或幹什麼 現在問題最大其實是輻射號 輻射號到現在 還沒形成戰鬥力 不是 它堅持彈射問題很大 對啊 所以連這個川普總統都在嫌 氣死了 它平均好像70次的彈射裡面 就有一次會故障 70次有一次故障 你就不要發生在打仗的那個時候 那我們之前有提供一個數字 比如說中國大陸是中央直流的 跟美國中央交流是不一樣 中央直流它的失誤率 所以理論上3000次只有一次的失誤 所以跟你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跟你美國差很多 那不管怎麼樣 那中國大陸你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提到了福建建 它就是電磁彈射 現在福建建還網傳說 也許擁有48面盾 4座的1130進防炮的系統 擁有4塊有原相控雷達的面板 不管怎麼樣 它有48面的這個盾 它可以搜索範圍更加的大了 那主要包括X波段的遠程警戒的雷達 還有X波段的火控雷達 還有X加X的雙波段主動相控雷達 那因為那麼多面盾放在一起 其實有容易干擾的問題 但是中國大陸軍工這樣子代表說 有解決多部雷達開關時 可能會相互干擾的問題 我們要知道現在武器的速度都非常快 不管是戰機都是一兩馬赫以上的速度 然後這個巡弋飛彈 雖然說有超音速巡弋飛彈 但也有次音速巡弋飛彈 但代表速度都很快 那你今天來講雷達對這個戰艦來講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不但要徵收到你 而且我還要一直持續掌握到你 因為你什麼時候會到我前面來 那很快 可能這一秒鐘 你現在的位置跟下一秒鐘的位置 就會不一樣 所以越多面的雷達表示說 我能夠監控的 我能夠同時 目前來講我知道的數據是 它這個雷達可以同時追蹤400個目標 那是什麼意義 400個目標就是如果說 400個目標代表說有飛機 對不對 有對我艦攻擊的對艦飛彈 來攻擊我 這些目標同時我都可以掌握到 看得到它 而且可以持續一直追蹤到它 你距離我多遠 你的航向 你的航速 你的高度我都可以掌握到 那這個是什麼 就是你剛剛講的這個是 40方面頓 X波段雷達 X波段跟X波段 那X波段雷達就是 我鎖定你 就是鎖定 它可以鎖定100個目標 也就是說我現在是 X波段等於說 我可以徵收到有400個目標 在什麼位置 但X波段就是 我就可以鎖定你100個目標 那假如說我決定 我指揮作戰中心 我決定要發射來講的話 要摧毀那個目標 然後它會去分析 哪個目標是高價值目標 哪個目標是對我威脅最大的目標 哪個目標要用什麼樣的武器去摧毀 譬如假如說你發現敵人的運輸機 對不對 那種或者是空警機 那你可以用飛機去打它 你不需要浪費你的這個飛彈 然後如果說你遇到的敵人的 你現在這個目標是敵人的戰鬥機 會對你實施導彈攻擊 是最建功的那你可能就要用 這個對空導彈對它攻擊 但如果說你遇到的是那種 馬上會攻擊到你威脅性很大的 那種巡視飛彈來講的話 那你可能要用的是 進防炮 紅旗飛彈或紅旗導彈 或甚至到某一種距離之後 你就要進防武器 會自動打開來對它實施設計 所以這麼多面雷達表示的一件事情 就是對福建號來講的話 它自我防衛能力會提升很多 而且不是它去打 是它旁邊的巡防艦 護衛艦 它去指揮它的護衛 對 帶到護衛 或者巡防艦或護衛艦在旁邊 由這些護衛艦來實施攻擊 另外還有一個目標 我剛剛沒講到就是潛艦 在底下 在底下 他們會有各種的目標 各種那個用各種武器 來搭配 來做一個指揮鏈接很快 因為現在正常速度很快 不管是敵機 飛彈 或者潛艦 那變化速度很快 所以你時時刻刻 你就要掌握到 敵情最新的變化 但是剛剛將軍說 它可以鎖定這麼多個目標 那您覺得說這樣子 是不是也跟美國的 這些老舊的艦艇相比 有了代差 後發現制了 美國現在 這個 怎麼太一口氣 不是 美國我們都一直認為 它科技確實是很強 但這幾年下來 昨天一個大家最新的一個說法 就是美國他們造艦速度已經是落後 中國兩百三十二倍 對兩百多倍 那為什麼這麼嚴重的落後呢 我跟你講其實光 你知道它美國很得意一艘航空母艦 7月號核子航母 核子航母它現在2017年就除役了 它現在還趴在那個港口那個船屋那邊 為什麼因為不曉得怎麼去拆 已經這麼多年了 沒有辦法拆 而且它就佔了一個船屋 那他們說拆這艘航空母艦 要16年 天啊 然後10億美金才可以拆一艘航空母艦 大陸都造兩艘航母艦 可是問題是說這個 這個時間點緊接著下來 對不對 所以尼米茲號 對不對 也要除役了 對不對 這幾艘同一個時期生產出來的航空母艦 都要除役了 面臨除役的問題 所以問題 假如說每一艘航空母艦 去佔一個船屋來講的話 對你來講你就少那麼多船屋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你美國現在來講的話 你基礎工業不行的動作 你沒有能也沒有錢 去蓋新的船屋 而且最重要是它缺少基礎工 這個是美國他們自己承認的問題 所以它造舰速度落後的起因之下 其實你說它要 它現在所以它為什麼 把它在F-30弄成三軍通用 就是它預算金費不夠 對美國是全世界拿最多的這個 錢 軍費來夯實自己的 能力 國力的國家 但是呢 可以看得出來 你花了那麼多錢 但是沒有花在刀口上 而且呢你也有 全世界都要佈重兵的這種野心 所以呢花的錢非常非常多 但是你有花在刀口上嗎 跟中國大陸完全不一樣 大陸啊這個 投入它的相關的GDP 一點點而已 然後呢造了這樣子的 品質的一個水準的軍力 在自己國家的範圍內 沒有跟你稱霸嘛 我自己的家門口 它有很強的反介入 跟區域制止能力 還有很多的這個軍艦 都衍生出了代差的問題 太陽星全校客費 有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費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費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 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費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層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費爾時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選控